水母说电影内涵你会等 大家好 我是小飞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 凄美的奇幻爱情故事 蝴蝶公墓 小丽是天赋一饼的舞蹈家 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与神秘男水哥相识相爱 原本事业顺风顺水 爱情无诱 一切都那么的美好 然而五年前的一天 水哥突然不知所踪 所有人都说水哥去世了 但小丽却不信 她时常看到蝴蝶围绕在她身边 于是她把对水哥的思念 变派成一支蝶舞 从此声名大噪 为了让小丽走出过去的阴霾 她的经纪人给她接了一个新的工作 一个文化基金邀请小丽 前往布塔佩斯 为他们选绝编舞 于是欣然气形 也当作散散心 欧洲阴蝉的天气 华丽送幕的古堡 显得更加神秘 这个文化基金 是由装饰家族成立的 在装家二少的带领下 小丽看到了四位个性迥然的舞者 看到为了梦想而努力的几人 小丽很是欣慰 然而令她没有料到的是 诡异的事件接连不断的发生 到了晚上 成群的蝴蝶突然袭击了小丽 还好舞者小白及时赶到 机智地用火把击退了蝴蝶 而另一边 其他三位舞者也同样遭到了袭击 他们惊恐地逃了出来 小白告诉小丽 这些蝴蝶都是从蝴蝶公墓出来的 然后神色慌张地离开 隔天 所有人都装作没事人一样 继续排练着舞蹈 为了安抚他们的情绪 二少特意邀请几人 参加万灵节的舞会 几人兴奋不已 舞会上 小丽意外邂逅了 基金继承人庄秋水 小丽发现 她很像自己失踪的男友 但是遭到了她的极力否认 为了寻找真相 她找到了小白一起调查古堡和古墓的秘密 原来 庄家是一个医学世家 在二战期间 为了抵抗生化武器的攻击 庄家的祖辈提炼出了蝶毒 为了研究 他们不惜用自己的身体进行实验 可惜 实验失败 这造成很多半人半蝶的怪物 从这以后 怪事不断发生 而朝夕相处的舞者 一个接一个的遇害 而在他们的身上 有着和蝶毒一样的痕迹 葬礼上 小莉偶然发现 庄家的男人都活不过四十岁 而经纪人此时也告诉小莉 其实 水哥并没有死 这时的一切更加神秘 而所有的谜团 似乎都指向了蝶公墓 小莉找到了庄夫人质问她 不料被迷晕了过去 幸好秋水及时赶到 以自己的性命相威胁 从而救下了小莉 小莉醒来时 秋水终于坦白自己就是水哥 而自己身中蝶毒 命不久矣 就在小莉准备回国时 却被半人半叠的小曼 抓到了蝴蝶公墓 管家也趁机袭击了小莉 再次醒来时 她已经躺在了病床上 管家给小莉注射了大量的蝶毒 从而提取她体内的血清 拯救庄家人 此时 庄夫人和秋水赶了过来 她制止了管家的行为 声称 自己不能再错下去了 原来 当初庄家族被用整个家族做实验 因为蝶毒的折磨 人们一个个相继死去 唯独庄夫人活了下来 为了拯救家族 她招募了大批人做血清实验 小莉的母亲因为巨额的酬劳 身怀六甲也参与了实验 实验也获得了成功 但也最终受不了痛苦 选择了自杀 庄家的老爷身怀愧疚 抹去了小莉的记忆 并送走了唯一拥有血清的小莉 而小曼深爱着庄家二少 她不仍二少就此死去 因此当了实验的对象 但是实验失败 自己也成了半人半叠 因此 她的目标对准了小莉 场面突然一片混乱 搏斗中 小莉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异 她的背上长出了巨大的蝴蝶翅膀 她与小曼也在空中撕打起来 危机时刻 庄夫人开枪打死了管家 她意识到 为了庄家 已经吸收了太多的人 她不能再执迷不入了 看着倒下的父亲 小曼怒了 她疯了般冲向庄夫人 此刻 她恨 而二少拼命地挡在了母亲面前 因而被小曼中伤 庄夫人也趁机击伤了小曼 随着慢慢枯萎的翅膀 小曼也因此死去 随后 二少抱着小曼的尸体殉情而亡 故事的最后 庄夫人启动了公墓的自毁装置 带着古墓的秘密 一同长眠地下 小曼也带着中毒的秋水 逃出了古墓 再次相聚的两人 更加珍惜彼此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影片也到此结束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蝴蝶公墓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券